这是一位著名修行者在圆祭前给弟子们上最后一刻的真实影像 视频中 这位修行者躺在床上 他的弟子们围绕在他的身边 静静聆听他的临终教诲 虽然这位修行者已经不能动他 但是他的声音依旧洪亮 思维依旧很清晰 而当他把话说完之后 他就圆祭了 事实上 他已经进入了三摩地 有意识地选择了离开 这位著名的修行者便是帕布帕德 人们在不同时期称他为学者 哲学家 作家 精神导师和圣人 1896年9月1日 在印度的一个村子里 帕布帕德出生了 一位占星师为帕布帕德准备了星象并透露 当这个孩子到了70岁的时候 他将漂洋过海 成为一位伟大的精神导师 并建立108座克里西纳神庙 而后来发生的事情正好应验了 占星师的预言 69岁时 当很多老人早已退休 一样天年之时 圣帕布帕德依旧想要帮助世界 为社会做出贡献 当时他身无分文 千里迢迢来到美国 途中经历了两次致命的心脏病发作 在从印度到美国的旅程中 圣帕布帕德在船上写了一首诗 当所有有罪 悲惨的生物都变得快乐时 外神纳瓦的愿望就得以实现 抵达美国后 他像乞丐一样在街上流浪 居住在寒冷的地下室里 他对人类的爱 同情和关怀是无限的 即使已经八十多岁了 他仍会通宵讲道 写书几乎不睡觉 为了造福人类 他写了大量的书籍 使他的教义得以流传 即使怕不怕德在弥留之际 力气所剩无几 他仍然不会放弃 他推迟原济是为了与弟子们交流爱意 但同时他开始拒绝进食 不吃不喝 因此才出现视频中这样的情景 这段视频拍摄于1977年11月14日晚上 81岁的怕不怕德 欲知实质 他在他的房间里做出了最后的指示 他躺在床上 始终保持着完全的平静和严肃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宣讲生命来自生命 而不是来自物质 他表明人们应该用每一次呼吸来宣讲 他教导说 爱超越死亡 爱可以让人有能力在规定的时间之外 永远留在世界上 有一名弟子问他 你想要什么吗 怕不怕德微弱地回答 我没有遗忘 到了晚上7点30分 怕不怕德在把临终教导讲完之后 突然安详离开 虽然他离开了 但是弟子们将继续他的使命 而他仍然通过他的书籍和爱心服务而存在 他的座右鸣很容易被记住和应用 唱颂并快乐